大家好,我是石涛 《肖生客的救赎》是中外影片排行榜当中都被列为第一位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涛哥看电影当中我们做过的节目《肖生客的救赎》 他引述了救赎的概念 影片中没有一个女人 影片中是两个男人或者几个男人的故事 而这男人的故事里却是一个主角遭到了侮辱 遭到了委屈 遭到了一个完全的不白之冤 投入到监狱中 终身被监禁 在这个背景之下 作为一个人的精神 一个人的灵魂 一个人的存在的价值观 他是如何展现 这样的展现 没有种族 没有肤色 没有男女 没有年龄的差距 而这救赎的内心中 包含着人对生命的深刻的理解 可是他却透过了那种残酷的氛围 从透过维护人的尊严 维护人的理性 维护人的善念 以这样的角度去展示出人被救赎 人在救赎中和救赎本身的含义 这样的影片被人们称为是经典的影片 这样的影片 他在送扬着人现实生活中 我们日常环境中 包括我们身处在逆境中 人应该有的品质与境界 在今天救赎的年代里 大审判的日子里 希望每一个人能够真正守住自己善良的一面 那一面才是被救赎的根本 看涛哥砍电影 你就在Google上 或者在YouTube上 打进涛哥砍电影 就能看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原来民间有句话 皇帝不及太监及 我忘了 大概应该是这么个说法 我说这个说法的时候还 那时候还几十年前了 那皇帝不及太监及呢 正差没说什么 也没管什么 这太监及得上窜下跳 你说太监你及什么 你都不是全息全眼 北京啊 不是全息全眼意思 就是说都没掌权呢 你上窜下跳干什么 那什么意思呢 现实的环境 在反腐的概念当中 非常的寂静 到我做节目的时候啊 在那 不知道下一个小时 出什么事 非常的寂静 有些人急了 比那太监还急 皇帝娶不娶老婆 娶不娶媳妇 那不娶 他上窜下跳 啊一定是这样了 一定是那样了 一定是这样 一定两定三定了 保定都让他给说了 我印象中在 涛格凯内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 法老与国王 其实他讲的是摩西的故事 走出埃及记 犹太人 在埃及 被埃及人奴役四百年 四百年之后 在他们的传说信仰中 知道有一个叫摩西的人 要带他们走出埃及 四百年 一个人活八十岁 五辈子 要活五回 如果有轮回转世的 他们被奴役着 在四百年当中 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 在四百年当中 他们只是有一个传说 有一个人 最终会带他们走出埃及 但这个人什么时候出来 我不是 我没有读过那些书 对吧 我跟大家强调的是 当时的真正的信仰者 埃及 这个犹太人 就这么坚信着 以他们生命为代价 他们看不见 他们不知道 但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那中国到底面临着什么问题 博贪网在星期五 有篇文章 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文章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说 有些事情该发生的时候 它自然会发生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国现在有了新的当务之急 商业内幕 这是应该一个英文的杂志 20号报道 中国的先经济 中国的经济现在有了新的当务之急 这当务之急 不是去年说的改革 而应该回到了增长的路上 所以这就说 他要走回老路了 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整个改革 完全终结了增长 不只是向当局 当时预计的遏制增长 而是完全终结了增长 没有增长 GDP是假的 他说的意思就这么个意思 对吧 那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概念 天灭中共是天意 中国将可能遇到巨大的灾难 是过去的行为的一种 一种暴影 就像雾霾一样 对吧 雾霾怎么造成的大屁股崛起 利益为先导 对吧 那时间就是金钱 对不对 发展是硬道理 现在没人扯这句话了吧 自个儿弄个绳 自个儿拿个蛋 自个儿给扯了蛋了吧 就是我觉得就是可怜就可怜到这儿 非常清晰的一条路 非常简单的事情 被你那脑袋就那么一转悠 哎呦 神经 那所以他这里就出了一个状况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中国将面临的问题就是问题 就在那 你想在共产党的框架下 你就解不开这扣 道理很简单 原来算命有一句话 一步错步步歪 进错了门 进错了门 你已经进了门了 在门里头找 在这个房子里头找路 你已经进错了门了 你已经有了共产党了 在里头找什么路啊 唯一的路就是拆房子 拆了它 连房子都不要 你不就破了门 对你的局限了吗 这种小道理都听不懂 文章说 北京试图阻止终结 而使用的办法 包括三次降息和其他的政策 但根本不起作用 法国新业银行的 中国分析师姚伟 在一份报告中讲 我们知道北京没有放弃 经济增长的想法 因此看到现在 对经济改革的立场软化 我们不感到意外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从改革转向增长 因为如果没增长 将出现社会问题 对吧 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社会问题和面临的这种经济的波动 是它是非人力而为之的 没办法 它只能缓解社会的压力 把人重新 人性人的热情 重新给它以释放机会 才能缓解未来的这种灾难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 文章讲中国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现在又开始大力放贷 来资助 基本建设 尤其处于停滞状态的项目 与私营部门竞争开发项目的地方政府 又将获得优惠的税收减免 所以完全恢复到老路上去 他说为了避免经济硬着陆 那北京当局从改革转为增长 从增长转为改革的路上 将是非常坎坷的 非常艰难的 有时候事情会失控的 本来就没控制住 已经超过了人控制的一切 其实我觉得 我在几期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我个人认为非常有用 时间你能控制住吗 时间你看得着吗 对吧 土豪去买瑞士手表 时间在扼杀着他做人的灵魂 但他买块表 表书戴上了 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 从上到下的价值观 自己毁了自己 自己玩了自己 自己整了自己 自己糟蹋了自己 自己说自己是个爷和姑奶奶 神经病 猎狐天王 这也是最近探讨的 对吧 那因为国内的反腐的 突然停 处于一种没有消息的时候 那这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 美国之音 报道这么说的 在中国腐败 在美国享福 天王猎狐又能如何呢 中共当局捉拿海外贪官的猎狐行动 以及天王行动 曝光了多名在美国拥有巨额财富的中国逃犯 包括中国国企的曾经的高管贺业军 在佛罗里达拥有豪车 游艇的奢华生活 而原温州市的副市长杨秀珠 在曼哈顿曾经拥有房产 并且设计到法律纠纷 而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分子 能在美国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 在一百名的被曝光的名单当中 四十名在美国 那为什么第一时间选在了美国 龚小夏博士认为 从历史上看 美国确实是很多贪官逃避的天堂 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美国要把一个犯罪嫌疑人 关进监狱需要程序 现在金融体系这么发达 大家已经知道如何跨国投资 如何透过正常渠道 把资金汇到美国 所以对美国人而言 中国的很多贪官的钱进入美国 在法律的角度来讲 通过正常的渠道进入了美国 美国也不会如何 这是从法治的角度来讲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为什么挣钱 法律是他挣钱的工具 法律是他吃喝嫖赌抽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因为法律是他们家的二奶 共产党的制度 把法律变成了这样 当他逃到美国的时候 法律成他完整的保护伞 法律成他完整的借口 对不对 也就是说中共的体制之下 把多好的人只要在这个体制之下想寻求发展的时候 一定给他变成一个恶人 这个体制有这个作用 因为你要赚钱 因为你要发展 因为你要吃 你要喝 你要嫖 你要赌 你要享受 你要利益 因为利益是第一位的 谁不利益啊 你跟我说说 这很多人这么说 对吧 那我就曾经回答过这话 那你跟你老婆之间 你说谁利益 谁不利益啊 如果你老婆按照你的说法 一定要利益的话 你老婆给你买绿帽了 为什么 你满足不了他 如果你老公一定要利益的话 一定上外头找女人去 为什么 因为你老了 很充足很简单的理由 既充足又简单的理由 所以你为了他的利益 你应该允许他 上外头找女人 你为了你女人的利益 你应该允许他 给你整俩 free的绿帽子 陈光彪戴绿帽子 人家不在乎 人自个儿戴的 不是我说的 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人把自己堕落的时候 以为坑枪有力在说话的时候 我就说了 糟蹋自己啊 忘死了玩自己 真的是这么回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